这里每一个画面都会触动你心底的柔软。 流泪的孩子,他们充满了对生活的无奈,对于他们来说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,因为他们生活在贫穷的地方,得不到很好的教育及医疗。 正在捡垃圾的孩子,头上又凸就飞过,很危险,可是他不得不为了生活而来垃圾场。 从学校围栏里向外望着非洲小孩,他生活在贫银窟,这是这里唯一的学校。 从孩子的背影,可以看出他肚子很大,这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。 他穿的衣服是别人捐助的,他从来没穿过适合自己的衣服。 这里的孩子由于长期饥饿,肚子肿大,目光呆滞。 他是一名智障儿童,被父母抛弃以后在一家收容所生活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